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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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餓喔 終於可以吃飯了 真的 欸好累喔 妳沒有什麼 我蒸飯箱每次都出一堆水 而且其實我今天已經備餐也很困難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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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鐘 這是什麼 熱量調控餐 整個是好吃的 而且 非常方便 丟到蒸飯箱回鍋爐 10分鐘 上桌 欸 可是妳知道那邊有青菜欸 妳知道營養素夠嗎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愛莉給空 我是艾莉 我是Joanne 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吃便當 聊健康 欸 我們今天就是邀請到 台塑生醫愛醫健康診所的 林子儀營養師 嗨 哈囉 芝莉營益每個上班族 真的是都很苦惱的午餐啦 對 真的是 那我們今天就很好奇說 欸 剛剛這個艾莉提到的 熱量調控餐的營養素 真的夠嗎 比起來 以一般的食物來說呢 營養素是稍微比較均衡的 但是呢 這邊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會很容易熱量超標 真的喔 因為妳其實吃得很清淡 都沒有煮菜 對啊 大部分都是可能雞腿啊 排骨啊等等的一個便當 500到600大卡左右 大一點的便當 可能雞腿帶大腿骨的部分 就可以達到700到800 甚至900大卡的熱量 但是相對於這個熱量調控餐 它的熱量是可以被很嚴格的設定 包含它的三大營養素 糖類蛋白質質質的比例 都是可以經過設計調控的 像這個料我就覺得它蠻均衡的啊 你看有鮭魚有豆子 就感覺好像蛋白質青菜都有了 對 然後它的米飯來說也是經過調整的 一般的白飯它的澱粉高之外 它也是屬於精緻澱粉 還有生糖體素高 就便當吃完了 然後到兩點的時候開始 想睡覺 對 必須得喝咖啡 選擇這個餐點 然後注意的是這個部分 蔬菜 對它少了蔬菜 讓糖果餐為主菜 妳可能上班族可以走出去 夾一些自助餐的蔬菜 來去做搭配 這樣子就不用擔心營養素失衡的問題了 但是呢自助餐因為要光澤 這樣也會去夾它 它的油一定會比較多 它為了要讓好吃 它的烹調的調味道也會下的比較重 所以呢 我們佛西一點的方式就是過水 大家給另外一個方式 像現在天氣 炎炎夏日 選擇沙拉 生菜沙拉的部分 但是醬就變得很重要了 有哪些醬比較好 是Nono 和風非常好 有醋等等的 就是你看它越吸可以越快流動的 一定是熱量比較低的部分 所以夏天最方便就是用熱量調控餐 搭配一個生菜沙拉當成最方便 對或者是蔬菜也可以 用炒的啊燙的啊 或是自己準備的蔬菜也可以 等一下子儀 有沒有就是除了想要飲食控制的 可以吃以外 有沒有還建議怎麼樣可以吃嗎 減重的人第一個 再來另外一個是增肌的人 因為像是熱量調控餐 它主要都是著重在蛋白質 會大概會落在10到20%左右 欸很多欸 對 這大概是一般我們補充高蛋白的那個比例 還是強調的是 根據每一個人的需求 會有營養師去做專業的調整 譬如說 就讓人家練肌肉 它的蛋白質量是多少 但Alice可能不一樣 但他們生情啊 肌肉量啊 或是他們體脂率不一樣 都是需要經過客製化的去設計 那另外的話 比如說晚餐 我們還是建議 如果你自己時間方便的話 一定自己煮是最安全 然後最健康的 就是蔬菜為基底 澱粉類大家像是低糖啊 少糖啊 可以不一定要吃白飯 有些是五穀米 糙米 或者是地瓜 用蒸的其實也很快當成主食 除了熱量調控餐之外 一定要有營養師告訴你 還要加哪些營養素 都是身體所需要的 光只有熱量調控餐是不夠的喔 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 謝謝兩位 謝謝